据估计澳洲每年有1500万只小羊 因为出生时体温过低以及养殖条件等问题 在两天内死亡 为避免小羊因为疏忽无辜上身 友善动物团体总会在冬天来临时 善意提醒农民注意场中羊肢的安慰 这只被农场遗弃的小羊名叫彼得潘 在生命垂危之际 被澳洲一所农场动物庇护所救了出来 并在细心的照顾下恢复健康 小羊彼得潘跟所有的动物一样 喜欢被人拥抱和疼爱 人们的爱所带给她的喜悦 总是被她的小尾巴泄露得一览无遗 澳洲一处Edgar动物庇护所 由Pan Helen所创立 农场名称以她救援的第一只猪Edgar为名 2003年Pan Helen为提高人们对动物福利地法 不包括农场动物议题的认识 在一位知名演员的协助下 购入了一只农场的肉猪 自此改变了周遭人士对猪的影响 每次带Edgar散步时 Pan注意到人们对他十分着迷 很快的他就意识到Edgar是改变人们对养殖动物科版思维最好的大使 因为Edgar的友善让支持者以及获救动物的数量不断增加 也让不少人对猪、牛、羊等农场动物大大改观 即便Edgar在他七岁生日派对不久后不幸去世 但他所留下的感动依然持续支持着Pan Helen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农场中的动物 以及协助更多需要原旧的森林脱离艰困 Edgar动物庇护农场目前已救货350只曾陷入危难的动物 来到这里他们重新开始属于他们的生活以及体验活着的美好 Pan Helen成立农场动物庇护所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人道公正的和平世界 相信所有的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价值 除了成立庇护农场 Pan同时也推广生命教育 提升人们对动物的认识以及推动农场动物保护的相关立法 让生命平权的范围扩展到友善的农场动物 可爱的他们和所有的猫狗一样 对于人们所付出的爱是如此的陶醉和喜悦 冬天将至 邀请您走到他的身边抱抱他摸摸他 用温暖的拥抱代替刀叉的冰冷 让爱改写彼此未来的篇章 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 生命电视与您一起 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 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